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吉斯尼 这一节我要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有关二叉数的便利算法 叫做二叉数的Morris便利法 那么这个Morris便利法跟我们原来普通的二叉数便利法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先看一下普通二叉数的便利算法 那么大家如果看过数据结构和算法的话 一般都会知道二叉数有三种便利法 一种是中序后序和前序 那么中序后序和前序呢 它们的实现往往需要用一种递规的方式 我们就以中序为例吧 那么在这里面有一段维码是用来对这个二叉数的节点进行中序便利的 那么当我要便利整个二叉数的时候 我先便利它的左指数 然后便利当前节点 然后便利它的右指数 那么这种便利法呢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需要它的这个内存空间 它的这个复杂度是OH 这个H呢就是二叉数的高度 大家看在这里面地规调用的时候 首先这里面调用一层进来这里面 然后这里面这个节点如果有左孩子的话 它又往里进一层 那么这样的话 左层递进 这样的话 这种方式的地规调用呢 就会导致整个调用站 调用站的高度达到这个数的高度 也就是H 这就意味着 虽然我们在代码里面 没有去分配内存 但整个程序运行起来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调用堆站 导致的这个高度 或者是内存的损耗呢 实际上是这个 跟这个二叉数的高度是一致的 所以说虽然代码没有显示的分配内存 但是它内存的消耗 仍然跟我们这颗二叉数的高度是有关的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说我们这个二叉数的高度很高的话 比如说一个应用场景是 做搜索引擎的时候 我们把所有的网页会对这个网页的重要值 赋予一个全值 如果把这个网页的重要值来排序的话 放成一个二叉数来排序的话 那么几十亿张网页 那么二叉数的高度 怎么说也得有几十万的高度 当然了 在搜索引擎里面绝对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搞一个这个 如何动手做一个搜索引擎的课程 那么在这里面呢 也就是说 如果考虑到二叉数很高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用这种办法 地规的办法的话 会导致整个这个地规 叫用堆战会很大 那么如果二叉数过高 就会让我们这个程序的堆战给撑破 就会造成程序的崩溃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考虑一种便利办法 就是它不需要损耗这个空间复杂度那么大的一种算法 那么这种算法呢 就叫做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莫里斯算法 那么在讲就讲莫里斯算法之前呢 我们需要提到一个概念 假定我们这个有一个二叉数如图所示 OK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用中序便利的时候 这个节点的访问次序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中序便利的时候 一般是先访问左指数 然后访问中间节点 然后访问右指数 那么中序便利时 我们会先从这个跟节点六开始 然后进入左指数到节点四 然后又进入左指数是节点二 然后最后进入左指数是一 于是打印出来的这个 节点的排序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么在这个打印的过程中呢 我们需要提到的一个概念 叫做节点的前序节点和后序节点 假设这个在中序便利中 我们给定一个节点 假设是六 那么直接排在它前面的节点五 就叫做节点六的前序节点 给定一个节点九 那么直接排在它前面的节点是八 那么这个节点八呢 就叫做节点九的前序节点 那么莫里斯便利法中 这个前序节点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先看一下在一颗二叉数中 给定一个节点的时候 如何查找它的前序节点 它前序节点的算法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节点有左指数 那么进入到它的左孩子 如果这个左孩子有右孩子的话 那么沿着这个右孩子的右指针 一直走到底 那么直到这个右指针为空为止 那么这个节点就是当前节点的前序 大家看这个节点六 它有一个左指数 所以进入左孩子 这时左孩子有右孩子 所以我们就进入到右孩子 那么就进入到节点五 这时候再看节点五 有没有右孩子呢 没有右孩子了 所以五就是六的前序节点 我们再看一下节点四 节点四它有左孩子 所以我们进入左孩子 这个左孩子正好又有右孩子 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右边走到右孩子 这时候节点三 有没有右孩子呢 没有右孩子了 所以节点三就是这个节点四的前序节点 那么如果说大家再看这个节点二 进入到这个节点二 它的前序节点四 先看它有没有左孩子 有左孩子 所以节点是一 这时候节点一没有了右孩子 所以这时候节点一就是节点二的前序节点 所以我们判断一个前序节点的时候呢 首先要判断的是看一下它有没有左指数 如果有左指数的话那么先进入它的左孩子 然后沿着左孩子的右孩子的右指针一直往下走走到底为止 那么这样的话一直走到底的话先进入左孩子 然后沿着左孩子的右指针 右孩子指针一直往下走走到最底部的一个这个元素就是当前节点的前序节点 OK那么如果他既没有左孩子又没有右孩子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他的前序节点就是他自己 因为他是首要的第一个孩子 第一个这个 他是首要的第一个这个起始节点 那么如果说这一个节点他没有左孩子的话 这个节点没有左孩子的话 那么他的前序节点就是他的父亲节点 大家看这个时他没有左孩子 所以他的前序节点就是他的这个父亲节点 那么节点八他没有左孩子 所以他的前序节点呢 就是他的父亲节点七 OK那么这个前序节点是很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如何通过莫里斯便利 在不损耗内存的情况之下去便利整颗二叉数 实现整颗二叉数的这个中序便利 那么我们在这个便利的时候呢 有为什么需要要消耗这个OH的内存呢 这是因为我们便利一个节点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拿一个内存保存这个负节点 要不然我们进入四的时候 由于这个节点四并没有一个指针拉回来 所以如果我们不拿一个这个内存来存储节点六的话 我们便利完四之后就不知道怎么回到六 所以每进入一层节点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一个内存来分配 分配给内存来存储它的负节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算法都需要一个OH的 一个这个内存空间复杂度的原因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改造这个二叉数 使得我有办法在不分配系内存的情况之下 回到它的这个负节点 那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那么莫里斯这个人呢 他就提供了一种这种办法 那么什么办法呢 他的算法步骤是这样的 第一我们根据当前的节点找到其前序节点 如果前序节点的右孩子是空 那么就把前序节点的右孩子指向当前节点 然后进入当前节点的左孩子 如果当前节点的左孩子为空 那么直接打印当前节点 然后进入右孩子 如果当前节点的前序节点 前序节点也就是他的前序节点的右孩子指向了他自己 那么前序节点的右孩子就设置为空 然后打印当前节点 进入当前节点的右孩子 我们把这个三个步骤在刚才这个二叉数上走一遍 那么首先第一遍我们进入的是当前的节点六 那么先找到节点六的前序节点 那么前面我们说过了 节点六的前序节点是五 这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五的右孩子是空 大家发现吧 一开始这里面的时候五的右孩子是空 所以在这里面根据这个步骤一呢 根据这个步骤一呢 我们把这个五的右孩子拉一个指针 指向他的这个指向这个节点六 因为五是六的前序节点 所以把这个五拉出去 他的右指针正好为空嘛 我们就把这个空的右指针直接指向六 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一个图形 然后进入到节点四 进入到节点四的时候 再看一下节点四的前序节点 大家发现节点四的前序节点 实际上是三 那么这时三的右节点还是为空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从三拉出一个指针 把这个右指针呢 指向这个节点四 然后进入到节点二 于是我们达成了这个图形 就是这样 从这个节点三拉出一个指针 指向节点四 然后进入到节点二 进入到节点二的时候 再看一下他的前序节点一 此时前序节点一是空 所以他的右孩子是空 所以把节点一的右孩子 这个指针指向他的这个 节点二 所以就达成了这个情况 最后就拉出这一根 那么到节点一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左孩子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根据算法步骤 就打印节点一 打印完节点一之后 我们根据前面 大家看算法步骤的这个 算法步骤的这个第二步 第二步我们就要进入右孩子 那么此时节点一的右孩子 正好指向了他的父亲节点 就节点二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了节点二 对吧 那么然后根据莫里斯算法步骤的第一步 大家看第一步 第一步的第三步的话 就这个进入到 对到第三步 那么当前节点 如果其前续节点的右孩子 指向了他本身 那么就把前续节点的右孩子 设置为空 然后打印当前节点 然后进入当前节点的右孩子 大家看 我从一回到二之后 这时候在这个当前节点是二 然后他再找到他的前续节点是一 这时候发现一的右孩子 指针已经指向了他本身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就把节点二打印出来 然后进入到节点三 对吧 进入到节点三之后呢 从二进入到节点三之后呢 然后把一的这个右孩子的指针呢 重新设置为空 所以这里这一个箭头呢 就把它给去掉了 那么剩下的就这个这个情况 然后由二进入到三 由二进入到三的时候 发现他并没有左孩子 所以直接打印这个节点三的指 然后进入到右孩子 那么右孩子的话 进入到了是节点四 对吧 那么节点四找到他的前续 那么根据莫里斯算法步骤 进入当前节点的时候 要寻找当前节点的前续节点 这时候从四节点再找到的前续节点是三 这时候三的右指针正好指向 节点四本身 那么根据我们的算法步骤呢 就把这个前续节点的右指针设置为空 也就把这一个箭头给去掉 然后打印这个节点四的值 打印完四的值之后 进入他的右孩子就进入到节点五 对吧 进入节点五 这时候呢 进入到节点五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节点五并没有这个左孩子 所以这时候就能够根据这个莫里斯的算法步骤 先打印节点五的值 然后通过他的右孩子指针 进入他的右孩子 这时候就回到了节点六 那么回到节点六的时候呢 我们再根据莫里斯的步骤 每进入到当前节点的时候 都要查找当前节点的前续节点 那么节点六的前续节点 那么进来就是五 然后发现前续节点的右指针正好指向了他自己 于是根据莫里斯算法步骤第三步 先把这个前续节点的这个右孩子指向为空 然后进入到他的 然后打印他自己的值 这时候就打印节点六 然后就进入到节点九 那么这时候的步骤就跟这边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没有继续往下走 OK就给大家讲了这个几个步骤 那么进入到这边的时候 他的步骤其实跟这个左指数是一样的 我在这里就没有重复了 OK这就是这个莫里斯算法的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 我们看一下代码的实现 在我们这个代码的时候 在我们的代码里面呢 有两部分 一个叫做Morris Travel 那么这个函数 这个类呢 主要是实现我们刚才的这一个逻辑 那么首先进来的时候 我们先把数的根节点给存起来 然后这个Travel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执行莫里斯的这个算法步骤 首先呢 进来的时候 这个当前节点不为空 那么进来的时候 执行第一个步骤 就是判断当前节点的左孩子是不是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 我们直接把这个值打出来 然后就进入到他的右孩子 如果左孩子存在的话 我们就先去计算他的前缀节点 就是get predecessor 得到他的前缀节点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此时前缀节点的右孩子是空的话 我们就把前缀孩子的这个右节点 右孩子节点指向当前节点 然后进入当前节点的左孩子 OK 这个拿回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这一步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木里斯算法的 木里斯算法的这个第一步 大家看一下第一步 第一个步骤 然后如果他的右孩子 他的前缀节点的右孩子 等于这个节点自己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当前节点的指打印出来 然后进入当前节点的右孩子 所以这一步呢 这个if else if的这一步呢 下面这一步呢 在下面这一步呢 这里这一步呢 那么对应的是我们这个算法的第三步 OK 那么整个步骤就是如此 然后这个cap predecessor呢 实际上就是怎么去找 他当前节点的前缀节点 那么他进来的时候会先判断一下 他本身有没有左孩子 如果没有左孩子的话 这个节点他自己就是他的前缀 他就是最早的第一个节点 在这里面对应的就是这个节点一 因为他没有左孩子 所以他就可以对应他这个 当前这个前缀节点 他没有左孩子 所以这个 他的这个左孩子不是空 所以我们就返回他这个 当前的前缀节点是他自己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看一下有没有个bug 在这边的时候 如果是节点7的时候 结点7的前缀实际上是6 左梅子 OK我们先往下走 如果后面有代码更改 如果有bug的话 我会在这里面会标注出来 OK那么 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再看再往下走看一下 这时候导到前缀节点之后 如果这时候他的前缀的右指针 已经指向节点本身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打印当前节点的值 然后这个就可以进入到他的右孩子了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代码的实现 那么在我们的入口处呢 我们先构造一颗我们四例中的二叉树 就是我们这颗二叉树 然后呢 把这一颗二叉树呢 这个放入到我们的这个 慕尼斯的类中 慕尼斯Travel这个类中 然后调用这个Travel函数 再去通过这个慕尼斯算法 把每一个节点都打印出来 我们先跑一次看一下结果 OK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是 1234567890 那么我们判断了这个 那么中序便利的时候 得到的这个结果也是 1234567890 OK那么这个中序便利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设断点慢慢跟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设一个断点跟一下 OK我们首先进来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首先进来的时候是这个 大家看这个节点6 所以我们节点6的时候 他的左孩子不一空就走到下面来 然后走到他的这个前缀节点 前缀节点是5 大家看 前缀节点是5的时候 就找到了这一个值 找到5 这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节点5呢 并他的右孩子是空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节点5的 右指针 右孩子指针指向节点6 好我们再看一下文代码 这时候当前这个右孩子的节点 右孩子是空 前缀节点的右孩子是空 所以我们把前缀节点的这个右孩子 指向当前节点 那就意味着这一步的话 实际上就把这一个值针 这里这个箭头指向了6 OK 这一步就指向了6 然后进入到他的左孩子 这时候从这个6就进入到了4 进入到4的时候 再找到他的前缀节点就是3 发现这个3的右孩子仍然是空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节点3的这个右孩子指针 指向节点4 OK 指向节点4 然后就进来 大家看 这时候这个节点是4 大家看 那么4的话 我们就找到他的前缀节点 找到前缀节点是3 然后把3的右孩子的这个指针呢 把这个3的右孩子指针指向节点4 那么到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一步 实现了这一步骤 这一个指针的产生 然后再由节点4呢 再进入到他的左节点 进入到左节点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到了节点2 那么节点2再取这个左前缀节点的时候呢 再取这个前缀节点的时候呢 就会进入到他的左孩子 我们就会进入到他的左孩子 OK 这时候他的左孩子是1 节点2 这时候节点2 找到他的前缀就是1 大家看 找到这个前缀 他的值就是1 对吧 1的话进入 然后紧接着 把这个1的这个指针呢 在这里面 把1的右孩子指针指向节点2 指向节点2的时候 然后再从节点2呢 进入到左孩子就是1 OK 我们就再进入到 再从节点2 进入到他的左孩子 也就是1 那么下一步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再走到这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节点1 由于节点1呢 没有左孩子 所以他就直接把这个孩子给打印出来了 把他的子给打印出来了 OK 这个值就出来了 大家看 这个值就出来了 然后打印节点1之后 从这个节点1的右 进入他的右孩子 我们就回到了节点2 OK 我们再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就回到了节点2 右孩子 这时候我们回到了 大家看 回到了节点2 走回到节点2的时候 再一次判断他的前缀 前缀 然后看前缀的这个指针 右孩子指针 是不是指向他自己 然后进入到节点2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算这个前缀 节点2的前缀又是这个1 OK 是这个1 然后我们判断到这个1 他的右孩子正好等于他自己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把这个2 就把这个节点1的这个右孩子指针设置为空 然后把节点2的指打印出来 就打印出来了 然后进入节点2的右孩子 大家看 就把这一步给 就把这个这个指针给去掉了 然后进入到右孩子就是节点3 OK 那么此时节点3呢 我们再看一下 节点3他的左孩子是空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3的节点打出来了 然后进入到他的右孩子 大家看节点3的右孩子就会返回到4 OK 那么这时候进入到节点3的右孩子 返回到4 大家看一下这个节点 OK 正好是4 那么这时候4的时候 我们进入节点4的时候 再看节点4的前缀节点 判断前缀节点的右孩子指针 是不是指向他自己 那么这个图形呢 显然这个前缀孩子的这个 前缀节点的右孩子指针是指向他自己的 OK 我们进行代码看一下 这时候 OK 大家看这个3的这个右孩子节点 确实是指向这个节点4本身的 所以他把这个节点3的 把这个节点3的这个右孩子指针设置为空 然后打印这个节点4 再进入节点5 OK 大家看先把这个前缀孩子的前缀节点的右孩子设置为空 然后打印当前的节点4 OK 然后进入右边孩子 进入右边 通过右指针进入右孩子 只是右指针指向的是5 OK 指向的是5 那么进来看一下 OK 节点是5 那么节点5的时候呢 大家看他的左孩子是空 所以直接打印他的值 然后进入到他的右孩子 这时候就是节点6 OK 进入他的右孩子 打印当前的值 然后进入右孩子 这时候进入的是节点6 OK 再看一下 OK 此时是节点6 节点6的时候呢 这时候在节点6的时候呢 他发现 在这里节点6的时候 再次找到他的前缀节点就是5 这时候发现前缀节点的右孩子正好指向了6 那么根据这个 大家看代码 这时候根据 根据我们的慕尼斯算法步骤呢 我们就把这个前缀的这个右指针重新设置为空 然后这个重新设置为空 然后打印当前节点的值 OK 就把这个6打印出来 最后通过这个右呢 进入到这个右节点 那么后面的步骤就跟原来是一样的了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不去 OK 那么所有的步骤就这个就打印出来了 就走完了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代码 那么这一节的代码呢 我看这个求这个前缀的时候 我再检验一下会不会有问题 那么一般我们的前缀呢 找一个节点的前缀呢 一般都是进入左孩子 如果左孩子不存在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前缀呢 就是他这个 左孩子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么他的前缀呢 在这里面找的话 就是我看一下代码会不会有问题 那么有问题的话 我会在后面附加的代码中 修改了之后 会把这个注释给添加上来 那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会把当前这个代码呢 直接放在这里面 其实交给大家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我们这一节呢 在整个莫里斯变利 这个二叉数的变利中呢 我们在这个变利的过程中呢 会暂时的改变 这个二叉数的 它的结构 一般来说 会把这个右 把这个叶子节点的 这个右孩子指针呢 指向一个这个上层节点 就是在这一步的时候 会暂时做一个改变 那么回到上层节点之后呢 我们会把这一个指针 重新改成为空 所以我们会暂时改变 二叉数的结构 但是过一会之后 又会把它重新改回来 所以整个的二叉数结构 在算法运行完了之后 这个二叉数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那么第二步呢 有一个 第二步呢 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这里面变利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去分配新的内存 同时我们也不是用地规来实现的 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内存的复杂度呢 就是O1 因为大家看 我们既没有实现地规 也没有分配新内存 所以是这个空间复杂度是O1 那么在整个变利过程中呢 一个节点呢 最多被变利到两次 第一次是我们从上面 访问下来这个节点的时候 第二次是从它的前缀节点 返回来的时候 返回来这里的时候呢 就会导致这个第二次被访问 那么除此之外呢 它被访问两次之外呢 就没有再被多余的访问了 所以整个的这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呢 就是跟这个节点数是一致的 是O1 如果有N个节点的话 所以我们的算法复杂度是线性的 因此这个莫里斯算法呢 能够帮助我们通过这个空间复杂度 O1的情况之下 再以线性复杂度的这个时间复杂度 去变利整个二叉数的节点 它是以中序 中序便利 得到的结果是中序便利的结果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要强调的 莫里斯算法 那么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扫描一下我的这个公众号 在这里面 我会及时把相关的这些技术文章 发到里面 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得到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 DC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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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